對話說到這裡 我真真正正開始第二節了 第二節,我們先開文字 我想分享一下我自己對閃光燈的一些知識 首先,因為我剛才不夠時間去... 不是很夠時間去排個次序去講 所以可能會有一點亂的 希望大家會體諒 首先講回閃光燈和LED 我自己覺得他們的分別 因為最近真的兩三年 LED真的越出越好 它的光的質素 它的亮度 它的價錢 都是令到大家可以很輕鬆地用LED 大家可以看到我現在這個布置 後面有一支燈,前面有一支燈 都是兩支LED來的 如果是以前的話,可能我會用兩支白色燈 很熱的 而且光又不是純白的 現在你看到我的燈是純白的 我就覺得容易控制很多 唯一就是LED就牙定一些 比起閃光燈 而且做不到... 如果你在外面 想拍壓光,做不到 因為它的輸出力沒有可能跟太陽相比 但是閃光燈就可以透過一些快門 光圈之類的 去跟太陽比較一下 做到壓光的效果 而且閃燈在某程度上 它的光質是比較好一點的 尤其是透過不同的燈具 令到它的光的柔和程度 去改變 會比較容易一些 但是LED呢,因為它本身每一顆珠 都好像電筒一樣限死了 除非你前面加很厚的罩罩而已 但是加很厚的罩又變得很不夠光的 所以用LED始終我覺得這個限制會比用閃光燈大 但是用LED的好處當然是 你看到什麼你就拍到什麼 就不像閃光燈一樣要猜猜一下 剛才也提過了,有些Modeling Light 所謂Modeling Light 基本上都不同於以前的Modeling Light 以前的Modeling 除了夠光之外 因為它出來的效果和你閃光的效果是貼近的 但是轉了LED之後 它那個效果和你閃光 可能是兩個位置來的 閃光就閃光這裡 就是那個LED照在下面 其實都不可以這樣用的 所以各有各好 但是我會偏向... 就是我開始了 偏向用LED 始終都是方便一點 因為用Fresh真的要猜猜一下 還有用Fresh 有時候的色溫那些 就是你一混合現場光 用Fresh就複雜很多 所以... 尤其是現在LED又可以調色溫 這些就更加方便了 等一下... Eric... 不過團泊開用LED一定會被人問候 團泊開LED給不給人問候呢? 所謂團泊我相信你是說參加影會 影會開... 其實開LED是一個教授的責任 如果你自己開 那當然會問候你啦 但是如果你說... 你可以參加一些影會 我知道他本身的教授 自己都喜歡開LED的 自己會帶去的 所以就... 你可能參加過一些影會會好些 好 Pete Design 日清應該... 新產品放在閃燈的頭 LED我都來 嗯... 其實LED做Modeling Light 放在燈頭上是有它的限制的 剛才也提過 LED其實很多時候它是一顆光珠 它是好像電筒那樣向前照 但是呢 那個Fresh呢 那個Fresh Tube呢 是一條 而且它是360度那樣發光的 它甚至加了那個... 燈罩去令到那些光集中 它那個... 出來的效果呢 跟... LED射出來的效果呢 都不可能一樣的 因為LED就算它... 如果... 它就算想模擬 射回到那個光罩那裡 都出不到那些效果 這個就是它的限制 咯... 所以有時候... 用LED 這些你可以用到的燈具 或者... 可以做到的效果 就未必能夠用Fresh那麽多了 都還沒計... Fresh 本身那些光的光質 那當然這些可能要好... 拍得很多照片的人才用眼看得到 我自問我都不是說 下下看得到的分別 下下看得到的 下看得到的 下看得到的 Terry那個問題 我等一下再回答你 我現在在講閃光燈 等一下... 不要緊的 因為今天是Live Q&A 所以大家一直可以現在... 問Q&A 都... 我等一下都會回答的 OK... 那我再講回... 閃光燈 就是我第二節的主題 接著就講了... 有一點點... 我想分享我自己... 如何操控閃光燈的一些... 嗯... 我覺得是很輕... 我想輕輕地說 就不... 因為我要... 很深入的話呢 我要多一點時間去想怎樣去說 但是... 今天呢 就有一點點... 闖瀆的 但是我也想跟大家講多一點點 首先... 大家知道曝光這件事 阿玲都教過啦 光圈快門ISO 去影響這個曝光啦 但是呢... 如果你加上閃光燈下去呢 我就會... 將那個閃光燈的量... 那個閃光量計算下去 但是呢... 我會把它分成兩邊 大家知道呢... 拍照呢... 如果多重曝光來計算呢... 我當作雙重曝光啦 是將那些光加在一起的嘛 那很簡單的 就是說... 如果我拍一張照片 我一個正常的感覺來講 背景很光 人因為沒有光到 所以... 或者相比起背景 人不夠光 那人的臉就黑了 但是呢... 閃光燈的閃光亮呢 其實呢... 很多時候呢... 不足以照明那個背景的 所以我們通常考慮的時候呢... 就是說... 如果我考慮背景的曝光呢... 就會用... 光圈... 快門... ISO去考慮 而... 如果我同時... 同一時間... 我考慮人的曝光的時候呢... 我就會用... 光圈... ISO 和閃燈的輸出量... 就去考慮 就不計快門的了 所以呢... 整件事情呢... 就是說... 如果我玩閃光燈 而又... 會將背景考慮下去的時候呢... 我很多時候呢... 就要考慮這四個因素了 光圈... 快門... ISO... 閃光亮... 而當中呢... 光圈和ISO... 是共用的... 那麼... 如果我們... 做一個... 閃燈... 考慮一個閃燈的拆光... 究竟怎樣輸出... 輸出多少的時候呢... 我們首先... 就要... 定立了... 透過背景啦... 就是背景的光... 透過背景的光... 去定立了... 究竟我用... 什麼光圈... 什麼ISO... 而快門... 而是可以接受的... 就是因為有時候... 我們拍照快門... 我們不可以給它太慢的嘛... 太慢的話... 除非我下了... 腳架啦... 那麼... 譬如我拍夜間人像... 很明顯的啦... 照片後面有一些車過的... 有個光... 有個光軌... 那我就下閃光... 即是我就下個... 腳架這樣去... 放著可能幾秒快門... 但是呢... 就要把主體放在一個... 完全街燈到不到... 或者到了很少的地方... 就用閃光燈... 閃個人... 即是閃個主台... 閃個主體... 那就令到主體... 有它自己的足夠曝光啦... 接著背景有個足夠曝光啦... 加起來之後呢... 就是我們想要的那張照片啦... 那所以如果... 給我自己說啦... 可能我... 以往用閃光燈多啦... 我真的... 我不會說說... 曝光三角的... 雖然阿玲在這裡啦... 我不想... 我不是想得罪... 但是我自己覺得... 如果考慮曝光呢... 我會考慮四個... 參數啦... 而為什麼閃光燈的時候... 不需要考慮那個快門呢... 其實就是很簡單... 因為閃光燈... 那個閃光... 那個速度... 很短... 即是時間很短... 那你看回一些資料啦... 例如... 其實你每一... 如果你看回閃光燈的說明書或者是... 規格表呢... 它會有一個叫做... 那個... 十時間又不記得什麼名字... 等等... 我剛才按過出來的... 給我一點時間啊... 它規格上面呢... 有一個叫做... 欸... Duration Duration呢... 就是它... 實際閃光的時間啦... 那它... 譬如... 我剛才提過神牛那支... 因為我現在看著神牛那個... 那支燈的規格表... 那支燈... 685... 第二代啦... 那它的... Duration呢... 就是三百分一秒... 去到呢... 二萬分一秒的... 那... 就是說... 它全輸出的時候呢... 它的閃光燈的輸出的時間呢... 是三百分一秒... 那大家就知道啦... 如果我們... 就是... 不是用HSS Mode... 就是不是用高速同步模式的時候呢... 那個快門呢... 最快... 通常... 通常過去啦... 現在可能有些新機就好一點啦... 但是... 過去啦... 即使你用頂級機呢... 都... 大部分都是做到二百五十分一快門的而已... 那就已經是快... 即是閃光燈的輸出的時間... 已經是短過... 你的... 快門的啦... 那所以呢... 因為... 因為你... 就是我剛才提... 你要考慮背景曝光的時候... 要考慮那個快門的嘛... 但是那個快門呢... 一定不可以快過X同步... 如果你不是用HSS模式的話... 那... 所以呢... 閃光燈的時候呢... 我們是不會將那個快門呢... 太過計算下去... 因為閃光燈真的太快了... 它快到一個地步... 如果你將那個閃光燈的輸出... 一直向下... 就是... 調低的時候呢... 它是... 很輕鬆就去到幾千份一秒... 甚至乎... 過萬份一秒的輸出的時間... 那所以... 很多時候... 有時候我們拍一些... 很高速的東西... 靠閃光燈的時候呢... 我們不是用快門的... 是用閃光燈輸出... 去定住那些東西... 就是它快到呢... 你可能連那個快門呢... 都Capture不到... 尤其是我們用... 如果用單反或者無反... 大家知道呢... 其實他們的快門呢... 是有分前後鏈的嘛... 就是我不說現在新的那些... 電子快門啦... 因為我... 我未深究... 但是我... 我遲些都想說的... 但是我現在... 講回一些舊的... 做法... 機械快門就是... 呃... 它前鏈下來了... 跟著才... 下來了... 才可以整個... 面積去曝光... 在這個時候... Flash... 才可以令整個畫面曝光的... 跟著才關上後鏈的快門... 如果... 如果你set這個快門太快... 令到前鏈... 尾開了... 後鏈就已經開始掉下來的時候呢... 那麼它無論... 在任何時候去Flash... 都不足以令整個畫面曝光... 這個就是為什麼... 以前... 也會有一個叫做... 我們叫做X同步... 就是閃燈同步的快門... 限制了... 而每一部機器... 其實... 是未必一樣的... 因為... 它... 完全是關於這個快門的... 就是機械快門的結構的事... 就是一定要... 總之... 當它的鏈... 是動得很快... 全部下來了... 全部開了... 中間那段時間... 它才可以做到... 就是過一下... 閃燈同步... 而... 如果我的閃燈... 設到... 剛才提過...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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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閃燈... 那些閃燈... 最快可以做到二萬分一秒... 那它閃了一下... 在一個畫面上... 造成的曝光... 如果... 如果啦... 現場沒有其他光... 只有閃光燈的時候... 那那個曝光的時間... 就只有二萬分一秒... 那就可以快過我們的... 就是... 所見到的機械範門... 或者一半... 即... 比我們機械範門上限的... 八千分一秒... 而且... 而且... 記住這件事情... 就是... 那一下... flash... 是同一時間曝光的... 就不像... 如果你說用... 即... 即使你... 即使用機械範門... 其實都是一個類似的捲閘門來的... 我剛才提過... 閃光燈... 不...即是... 前臉的開門開的時候... 下到來... 它還沒開完... 後臉已經關了... 那你可以看到... 就是... 它還在上面... 一路慢慢... 其實它的開門... 都是... 上面... 慢慢移下去... 這樣去... 曝光的... 都是... 類似的捲閘門... 只不過... 它這個捲閘是... 比我們以往所認知的電子快門的捲閘快門... 所以呢... 可以... 所以就可以... 好像比較凝固到... 但是... 都會有那些變形... general effect 都有機會... 出現的... 但是... 你... 那個物體要... 要... 異常之快你才會看到... 但是... 我們一般人都很難... 就是很少會... 會... 會試到的... 但是... 譬如有時候... 特地拍水滴的皇冠那些... 那個時間這麼短呢... 那就可能要用一個... fresh duration... 去製造一個... 更加高速的快門了... OK... 好了... 接著講一些燈的... 一些新的... 就是一些相關的東西啦... 那就... 嗯... 燈具... 我想講一點點... 燈具呢... 嗯... 閃光燈... 很多時候我們直打... 它有一個GN數啦... 就是它輸出的GN... GN就很簡單... 通常我們用ISO... 大部分... 大部分廠呢... 都用ISO100里計的... 因為... 都關於ISO事的... 那就是說... 它在那個焦渠... 因為你知道... 我們閃光燈的燈頭呢... 是Zoom的嘛... 那其實它Zoom呢... 就是它閃的範圍... 會控制了... 如果它... 縮窄了的範圍... 就是Zoom長了的焦距... 縮窄了的範圍... 那它相同的光亮... 但是... 集中了在中間的範圍... 那它其實就光了啦... 那這個就是為什麼它的燈頭有得Zoom... 但是一般來說呢... 我們... 都會... 用回... 就是... 那些品牌呢... 通常用回... 它Zoom到最遠... 以及ISO100的時候... 它的輸出量... 它計算一個叫做... Guide number的... Guide number是什麼呢... 就是... 距離... 乘光圈... 那... 譬如... 譬如... GN60... 現在... 很多時候看到GN60的燈... 那就是... 是... 如果你用四光圈... 那它... 實際... 實際那個準確的距離... 就是曝光準確的距離... 就是60除4... 那就變成15米了... 其實就是這樣計算的... 你用二光圈就變成30米了... 你用八光圈... 就是60除8... 這個... 7.5... 7.5米... 如果我沒有計算錯... 那就是... 總之就... 就... 光圈越小... 你準... 你那個... 光... 那個距離... 就... 可以計算到究竟... 怎樣為止... 準確曝光 但是... 留意一件事就是... 當你加任何的燈具... 包括... 我們所講的一些... Diffuser... 散光罩... 或者... 甚至乎... 再厲害一點的... 那些油光散那些... 那些... 就會... 影響... 它那個... 曝光... 那個... 就是它那個輸出的... 因為... 很簡單... 有東西向中間隔了... 一定暗了的嘛... 那... 還沒計算它... 其實... 它實際將你的光載... 分散了... 那麼... 當時呢... 就不可以... 這樣計算的了... 不好意思啊... 但是呢... 我自己的用法... 尤其是... 現在用了數碼相機... 其實很簡單的而已... 就是... 教一下ISO啊... 教一下光圈啊... 就是...去控制一下... 但是我自己通常... 會控制一支燈... 在四分一至十六分一... 的輸出... 左右的... 因為如果太... 就是太... 太暗... 就沒用啦... 太光呢... 除了它匯電晚... 以及雙個推廣之外呢... 其實呢... 它那個光呢... 理論上... 理論上... 它那個光那些... 顏色... 就是那個... 那一盤光的... 的... 色彩... 因為你知道... 一個白光其實是有... 不同... 整個sthetium 不同的光組成的嘛... 那個sthetium 不是那麼漂亮的... 就是... 所以你拍出來的東西呢... 通常... 那些人都會說可能是... 這個range... 你知燈用這個range... 是最漂亮的... 那麼... 不過我自己就覺得... 始終的重點都是... 我... 回電的時間... 我都要考慮... 因為... 下下傳輸出... 重重的聲音到... 恐怖之外... 你下下回電都幾秒... 不開心的嘛... 是不是呢... 先看一下... PY就問... Modeling Light... 是不是prefer用硬光... Modeling Light呢... 其實... 不應該... 硬不硬光的... 因為... 以前的Modeling Light... 一般是... 用一個連續光去模擬閃光的效果... 你知道以前... 用Phylm的年代... 不像現在這麼方便的嘛... 以前又要用... 保麗萊... 立刻拍完... 立刻看看效果... 但是... 現在就... 呃... 現在我覺得它照明的作用... 多於... 多於真正去試光... 現在很簡單... 你試光行不行... 或者什麼效果... 按一個按鈕... 立刻就看到了... 比你更方便利用我都拿like... 不需要用的了... 是啊... 不過就... 如果用了LED之後呢... 其實... Modeling Light 本身就... 我覺得準確度沒有以前那麼高的... 所以... 都是那句我現在有Modeling Light的話... 我都是用來... 照明... 或者用來拍片用... 就是當成連續光用... 多於... 它實際那個... 呃... 多於它是用來做Modeling Light啦... OK... 那我剛才講到... 呃... Iso 400啦... 呃... 我想... 不會差很多的... 但是呢... 我相信不同的燈具是有差的... 所以... 都是慢慢自己調教啦... 那另外... 還有... Color Gel啦... 那現在都方便很多啦... 現在很多... 磁力的Color Gel呢... 就這樣放上去而已嘛... 以前呢... 要找一些... 呃... 其實不是玻璃子來的... 因為玻璃子理論上它的色溫是不準的... 但是... 現在就... 就是... 可能市面有一些... professional 用的... 一些類似玻璃子的東西... 其實是玻璃... 幫你加減色溫... 就是加多少度... 減多少度... 是這樣子去計算的... 那所以就... 用那些呢... 就以前呢... 就... 麻煩一點啦... 那現在就可能一個塞石屑上去... 黃一點是不是黃一點... 差一些些... 呃... 講真的... professional 用呢... 是真的小小都要計算的... 因為... 當你真是在一個專業的領域的時候呢... 你可能打的就打很多支燈 每一支燈... 只要... 其實你不要... 即是明明每一支燈如果你差一兩百k呢... 其實呢... 都會呆眼的... 都有些人看得出的... 但是如果他們是我們玩的 純粹是玩的 我覺得未必需要去到那個要求 當然啦,有些朋友是喜歡去到那些要求的 這些是看個人的喜好 但是 買回相同的燈具 跟著相同的GEL 已經可以避免到不同的食溫的出現 只不過那個分別可能是 有時候你可能前面的燈 想要支輸出力高一點的 後面可能你未必需要支輸出力這麼高的 那你講真的 如果你買 譬如你買神牛燈 剛才一直都讚他 這件事情我要彈一點點的 有機會不同型號 他自己的食溫都有差距的 這個就是 除非你很熟悉 教過很多次 知道原來的差距是多少 不然你正常 你是調校不到前後的差距的 那 這件事情就是 我們少了錢 這些東西我們要 要承受 其實永遠就是這樣 OK,那就 還有什麼想說呢? 還有說回遙閃 遙閃呢 其實近 這 因為我以前 二十幾年前 我是用Minota 的 Minota 就是 如果你 原廠計算 它是第一間 如果我沒有記錯 可能其他品牌有 大家看看我 在我的認知裡面 它是第一間做到 閃光燈 遙閃 而且可以TTL控制的 但是呢 那時候 它用的方式是光紋 那麼呢 有兩個問題 應該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當你在一個很光的環境裡面 再用光紋 其實那些燈 是接收不到的 因為周圍的光 光過你光紋的光 而且那個年代還是非林五年代 當你用幾支燈 所謂多個香爐 多隻鬼 用幾支燈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因為 一些影子打到錯了 但是那時候 Minota 的燈 都已經有 為了彌補這件事 它其實已經內置了Model Light 但是它的Model Light 就不是真的有一個 有一個燈泡之旅的連續光 而是它頻閃 頻閃到 就是用了很弱的光去頻閃 閃到你覺得 它真的在閃 應該說模擬 來... 似回連續光 似回連續光 那你就會看到當時的效果了 我記得我用Model Light用了這麼久 我試過一次 而且那次應該是失敗的 不過... 可能因為這樣 我心存介體一直到... 直至到現在用數碼相機 可以讓我任閃之後 我就... 用多很多了 尤其是做幾年 我經常去台灣拍Model 的時候 有很多時候都拍Indoor 就是說... 你不自己戴燈具 基本上都不會... 不會夠光的 所以一定是自己戴燈具 現在就... 現在就更方便了 現在LED 不過... 我想我都... 接下來我會量用多的 這樣吧 OK... 那麼... 這個... 剛剛... 這一節的分享來到這裡這麼多 因為剛剛我主要都是想... 其實講了這麼久 我主要都是想講中間那一節的就是... 用閃光燈的時候 四個曝光的參數 就是光圈、快門、ISO和閃燈量 而當中呢 光圈和ISO是兩邊share的 一個就是背景光 一個就是主體光 那麼就... 這件事情大家要多留意一點 那麼就... 如果要多問一些問題 都可以問的 相關的 還有我將來呢 我希望... 我又不想... 我又怕我開了空頭支票 但是... 我其實... 狡憑到以來 我都想講這件事情的了 那麼... 我希望... 我... 一年半載內可以兌現到啦 就是好像我這個... 我現在都兌現了 說我會... 做直播這個承諾啦 是不是? 但是... 可能... 如果中間有一點時間讓我休息一下 我拍幾集 那就... 由曝光開始講起啦 我也想講多一點點的